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興再和大家直播 是的 珍惜在香港的機會 盡量做多些直播 那好了 我們今晚說的話題都挺刺激的 在奧運完結之後 那些新聞是接種而來的 那些世界局勢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夾定 好了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講一件事 就是講到 很多人都關心到的 這個烏仔反攻的問題 那究竟現在的烏軍反攻俄羅斯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很多的報導 都帶有政治偏見 幾乎九成半的報導 都是不中立的 說這些事情 所以來講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 究竟現在的 所謂的烏軍 反攻俄羅斯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以及他們這樣做 有甚麼目的呢 因為事情其實不是今天才發生 來到現在來講 已經是所謂的反攻的第六天 我們稍後就會集合 在這六天裡面究竟發生過的事 是甚麼 其實現在已經在烏軍 來到選擇做這件事的動作 已經知道了他的目的 不用再猜猜一下 因為有一些投降的士兵 即是烏軍方面 有一些投降的士兵 都已經透露了他們今次的目的 很多人之前就說 是否唯偽救趙等等 又說到很神秘 如今來說就不用猜了 因為真相已經知道了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來講一下 究竟今次的這個烏軍 所謂的反攻 他的行動怎樣 造成怎樣 現在的局勢怎樣 他背後有甚麼目的 最新的戰場狀況 就會一一和大家講 另外的 就要講一下 關於日本方面 日本的首相岸田 就在昨天 突然之間毫無預警下 宣佈到變相 是不會再角逐 他自己黨內的總裁一職 也意味著 他會辭職首相這個位置 在9月的時間 因為日本的這個 首相 他是整個黨 這樣來到當朝的時候 黨主席就會順利成章 做首相 是的 為什麼岸田突然之間 要閃人呢 我自己覺得是有QK的 我們稍後就來分析一下 這件事 再之後就講一下其他的 包括到 就是 有一宗叫做特朗普直播大貨的事件 為甚麼特朗普直播大貨呢 其實就不是的 特朗普沒有直播大貨 而是 在一個訪問的畫面裡面 就看到特朗普所使用到的 他電話下面的俗稱尿袋 即是充電器 原來的物體 原來是來自於 中國的一個貨品 那這個 考聲聲 經常都說 美國優先 美國製造 特朗普的特朗普 其實他行動是最實際的 那也都變相 現在有人發現了這個 即是特朗普用的 那個尿袋的品牌是甚麼 據聞呢 現在特朗普這樣用一用之後 那個尿袋大賣 我們稍後就看看 還有關於英國那邊的市 英國現在那個局勢 那個混亂情況就沒有停息的跡象 我們稍後也會看看英國那邊 搞甚麼 街上開派對的人繼續開派對 拘捕人的繼續拘捕人 然後呢 就要說一下 這個也是關於英國的新聞 英國最近呢 就有一條片流出了 這條片就來自於 一個英國皇家海軍 所拍攝的 不過呢 這個英國皇家海軍 他不是拍攝一些英勇作戰的片段 而是另類英勇作戰的片段 這個片段就是 在這位 英國皇家海軍的核潛艇 核潛艇 一個戰略級武裝裡面的艦長 他親自拍攝的 那究竟他拍的這條什麼片呢 原來 不是拍打仗 而是拍一些 他自己和女下屬激戰的場面 在潛艇裡面 那我相信也不用說到這麼白 大家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一會兒我們也會看看這件事 那他在那裡假打 那真打在哪裡呢 真打就是在我們解放軍 最近有一個報道 就是拍到我們的軍艦 作出一個叫做水下爆炸測試 那我們給大家看看 這個場面相當震撼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以往來說 那些人就說 只有美軍才會做這些測試 因為美軍的艦隻夠硬 通常就會見到 美國的航空母艦 例如好像福特號 在服役之前 就進行過水下爆炸的測試 當時就很多的一眾 那些崇美分子 就指到 只有美國才會這樣做 原來如今來說 解放軍不是航空母艦 連驅逐艦都做這些 也不知道代表什麼 所以稍後 我們就會讓大家看看這件事 我們也在上面 找到福特號那艘 藍隻進行水下爆炸測試的圖 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來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現在就會在十月份 這個十月的十三號 就會搞一個叫做 金秋胡陽木的南疆之旅 由於十月中至十一月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新疆南疆的秋季 大概只有十五天左右 那這個時間才可以看到 那些遍佈著山漠的胡陽林 才可以看到它在秋天的時候 有金色的畫面 因此我們就搞一個 期間限定的金秋胡陽之旅 就把握這十幾天的時間裡面 就欣賞這個只有中國裡面的山漠 才可以欣賞到的金秋胡陽景色 其餘的外國的山漠 是不會有胡陽木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就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就聯絡潘小姐 來到了 報名和查詢這個行程 我們也會在我們這條片 最頂致的留言 就放一個 我們這次十月十三號出發 為期十二天的這個旅程 那個行程介紹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點擊 留言最上方的頂致留言 再WhatsApp過去報名 另外大家就發覺 最近夏天就越來越熱了 這麼熱的時候 我就喜歡雪一支 一支Rose Wine玫瑰酒 在冰箱裡面 加冰也好 雪凍它有空倒一杯來喝 因為是很消暑很清涼的 這支玫瑰酒的名字叫做 玉甲宋彩桃紅 它雖然是西加普羅酒莊 一個很初級的一支產品 但是它卻是我們的這個 楊威海外系列 中國的葡萄酒 如何在外國的比賽上面 掃橫西班牙 法國意大利 這些紅酒大國 這些比賽裡面 為我們中國隊 來得到佳職 為大家介紹這三支 這支玉甲宋彩桃紅 這支粉紅色的 紅粉菲菲的 現在這個季節喝剛剛好 它在這個2020年 德國柏林葡萄酒大賽 獲得金獎 適逢現在就是中秋 這個季節 我們新潮民推廣的葡萄酒 你買一定的份額 我們提供免費送貨 而且適逢是中秋 我們甚至會送 這支玉甲宋彩桃紅 它不是一支普通的平酒 它是為中國 在德國柏林葡萄酒大賽 拿過金獎的一支酒 另外一支就是 這個金色的交叉 就是我們中國葡萄酒 最頂峰的傑作 的代表之一 它每年只用最頂級的收成 釀製不超過一千支 香港只有幾十支 的一支這樣的佳洋 它在西甲酒莊 它在2021年 中國的十大葡萄酒 最高峰會的大金獎上面 它是榜上有名 是將我們中國葡萄酒 帶去另一個新高度 另外這裡介紹這支50 這支N50叫做 N50的葡萄酒 它是由2018年開始 直至到如今 都不停地在外國的紅酒獎項裏 為我們拿了很多金牌 在2018年 它在德國柏林葡萄酒大賽 和亞洲葡萄酒大賽 亦都獲得金獎 在2021年和2022年連續兩年 IWC國際威士忌葡萄酒大賽的銀獎 亦都在法國葡萄酒大賽獲得金獎 然後回到我們國內 2022年和2023年連續兩年 中國葡萄酒 最大的評審師 評審大會上面 就獲得金獎 中國葡萄酒發展最高峰會 亦都連續兩年獲得金獎 在去年它是被譽為 中國最有代理價值的商品之一 這支N50 是走在最前線 連續幾年為我們中國 裏獲殊榮的一支酒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大家 來介紹的楊威海外系列 有興趣的朋友 6031633 老規矩 6031633 WhatsApp我 問字來訂貨和送貨 另外 關係到外交和國家戰略的系列 例如法國總統馬卡龍去年 來到中國外訪的時候 國宴招待他的兩支葡萄酒 那兩支紅白酒 繼續都是為大家推廣的 那支紅酒 國泰還會貨 拿出來收入頭等倉 另外就是習主席 欽點西加葡萄酒莊 成為御用招待貴賓的酒莊 這支609的考試酒 紀念偉大時刻2020年6月9日 見證寧夏的國家戰略成功 這支酒 好 也是繼續推廣的 再說一次 電話是6031633 我們現在先說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要說的是先由錢入心 先說一些輕鬆的 說一下特朗普最近 不知是否上了癮 直播大貨 現在 來說他又不是真的大貨 最近 在美國總統的候選裡面 現在賀錦麗上了來 跟特朗普現在是叮噹碼頭的 兩個人 沒錯 由於之前特朗普贏很多 因為那件炮擊事件之後 這樣來說 他打算坐定粒 都當自己是新任美國總統 但現在其實 在這個情勢來看 他是剩下的 特朗普 又是他在玩一個 叫戰略 就是這個賀錦麗剛剛出閘 還有人大力背書的時候 你就先被其風 不要跟他正面交鋒 之前贏了很多 現在稍為戰略性退卻一下 讓賀錦麗先打爆 特朗普現在就打另外一條戰線 這條戰線就是傳統基督教戰線 就是女性如果有種的話 要生下來 尊重生命 要這個作辱英才 持家有道 還有就不可以搞同多跨主義 因為這個是變成西方那邊 其次最鮮明的對立 自從奧運會之後 賀錦麗站在妖孽那邊 彩虹旗那邊 加強了特朗普和馬斯克 都出來一起站台 站在這個正常 傳統婚姻和傳統家庭觀的那一面 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 你知道我們中國製造 實在無孔不入 特朗普在出席一次的活動上面 在記者面前 居然在用這個充電寶 就是來自我們中國的充電寶 中國製造 中國的網民這個 深水清的時候 甚至連這個牌子哪裏都知道 是啊 那這次特朗普 就在一個電視直播裡面 就被人拍到的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那一刻他在做什麼呢 那一刻其實他在打一些視像電話 你看到特朗普呢 就摔下頭的樣子 在打電話 那你很少看到他的樣子 多數都看到他 指高氣揚的樣子 那樣子 但是呢 有什麼人可以令到他 可以乖乖地摔下頭 玩電話呢 其實這個人呢 就不是什麼 那麼神秘的人 是我們都認識的 剛才都說了 就是啊 這一個其中支持著 特朗普選舉的金主 馬斯克來的 在電話對面那個呢 其實就是馬斯克來的 那一刻來講呢 他和馬斯克 就在通這個視像電話 就被媒體那裏拍到 他啊 在電話的下方 你也知道 即是直播那些視頻畫面 比較吃電一點的 那你來說呢 插著他的尿袋 比較穩陣一點 尤其他用了那些 蘋果電話來講呢 就是那個耗電都幾快的嘛 在那個直播畫面上面 那所以呢 就插著這個 這個是什麼品牌呢 整天特朗普就說 要美國優先 美國製造 還有呢 將工業回歸回美國 但是他自己呢 身體力行呢 帶頭這樣 去使用我們中國的品牌 這個呢 是什麼品牌呢 是一個叫做 安克的創新品牌的充電器來的 是的 那這個品牌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的 因為呢 他都不小的 這個品牌 還有有上市的 這個品牌 安克 他有一些充電器啊 都不錯的 性價比不錯的 據聞 特朗普所使用的 這一款的 尿袋 我們俗稱為 這個產品呢 如果調查 就是 這個安克 QI-2 認證的磁吸式 支架充電寶來的 是的 那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賣了 四百多元人民幣 但是呢 如果 你 這個價錢 就是我們 我們 逃回來的 這個價錢 但是 美國如果天馬的話 多少呢 如果美國 亞馬遜 亞馬遜 那裏買 同款產品 說的是 就要89.99美金 嘩 多一倍 是的 差不多一倍 即是90元 你當成90元 你當成90元 美金 如果對人民幣來說 那 大概是 對港幣 99872 即700元 左右 是的 700元左右 雖然呢 就貴我們 將近一倍 但是對比 美國的產品 也都便宜一倍 所以用我們這個產品 是絕對是 信心可靠 優質明智的選擇 是的 咦 話實話 我那個充電器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品牌 是嗎 是 我們的充電器 不知道 是不是 是它的品牌的產品 是的 我說完之後 是的 你看看 是不是 由於 特朗普 這麼不經意 直播大貨 所以呢 就令到 這間公司的股價 就突然之間 飆升 還會 是的 也挺前的 有 不過不是 不過不是 讓大家都見識一下 國內的質感法 這個很久之前 是的 這個很久 有條線的 有幾條線的 有幾條線的 繼這個奧運會 那些得獎的運動員 或者行為出色的運動員 能夠帶貨的能力呢 其實現在特朗普也開始為中國貨 來帶貨了 這次 他跟雷夢多 商務部長雷夢多 不同的 雷夢多 其實嚴格來說 被我們冤枉 挖華為 華為手機 來帶貨 但這次特朗普真的親自用 是的 打風也打不掉 因為他真的自己用 而且 你知道最大的威力是什麼 是那些不經意 即是他不是刻意經營 去做的 是被媒體拍到 他還要拿電話放在下面 偷偷地 人家在旁邊 看了牌子 喂 他真的 如果這次是故意的話 我真的頒獎給特朗普 哇 這些真是營銷大王 即是他還要裝不經意去帶貨 這次才高 我想身邊的人 臨時借給他充電 他知道中國貨一定整個客戶彈起 我覺得 特朗普以為那些小細節 人家看不到 我想這個東西都跟了他 新一段時間 我相信 是的 我覺得是這樣 是的 有一點點廁所 才說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同一個 這樣 應該差了很多電 暗黑在香港也有官網 有很多產品 大家應該會知道這個品牌 那好了 講開這些東西 我們又要講一件 關於華為的事件 喂 但是可不可以 不要離開特朗普 短短一單 講完先 這個我想譴責一下 香港的媒體 又不是我們賣花 讚花香 但是要了解世界 國際形勢 和中立 中肯的話 有論述 真是看新潮民 有一單新聞 就是說 香港的方向很錯的媒體 就說特朗普現在傾向宗教的極端主義 博取保守基督徒的支持 那這篇文章 很明顯 說特朗普現在正在玩一件事 就是自從奧運會 帶出來的兩性問題的議員分化之後 你到底站在耶穌那邊還是撒旦那邊 傳統婚姻還是多性跨性亂坑主義 你到底站在哪邊 那這篇新聞很明顯就是想本來呢 表面上就說特朗普就走傳統基督教路線 就是傳統婚姻 女性 就如果有了要生下來 然後呢 家裡就一男一女 有兒子有女 有狗 有家有車 就是一個很完整傳統的 美國family的影像 但是這篇文章 絕對就是抄了美國那些左派媒體 就用詞形容特朗普 好像說到特朗普支持這些主義 是錯的 好像說這些主義 是極端基督徒主義 我不是幫基督徒說話 我不是幫基督徒說話 但是原來 原來呢 就是香港的媒體 是會抄了那些編阻 就是美國的編阻 彩虹多性主義的那些新聞媒體 用他們的口徑來論述事情 我覺得有兩件事 你到底香港的記者呢 第一 你就是忽倫吞組 成員叫忽倫吞組 你看到BBC 或者那些民主黨那邊的媒體 你就照抄 譯作中文之後 就在香港的方向錯的報紙上出 那就當成交了功課 還是你自己的心裏 根本就是 喜歡那些同多跨主義 好像有些醫生 或者有些學者 又或者有些政客 你根本就喜歡採紅旗 因為你唯恐天下不亂 你覺得支持這些 你顯得你的人很高大上 因為你自卑 那我的結論就是 其實真的少看一些 香港有很多外國的新聞 就是強行抄了外國的新聞 翻譯了中文就照出 但是他都不知道抄到哪邊 抄了嚴重偏頗那邊 他都不知道 那繼續說一下 我們剛才說到 特朗普用中國貨 但是他又口口聲聲說 要打擊我們 亦都說要重新美國製造 我們就上面想說一宗 是關於華為的新聞 我們的半導體 尤其你知道近期的AI 都很厲害 對不對 有很多關於AI的業務 或者大家都有用過 相關的東西 來幫忙在工作上 帶來方便 如果你要說到 AI的一個 產業或者一個運算 你必須要 就是有這些所謂的 AI晶片 對不對 我們現在補充多一張 特朗普用這個尿袋的相片給大家 娛樂一下 好 接著我們繼續說 你看到特朗普 你接近一點 就會看到他的電話下面 那個尿袋 其實挺漂亮的 又有逆征顯示 看見到嗎 放大去看 應該好像光明正大 就是這樣用 所謂喜歡我別遮蔽 任由圖人發言 這個就是任由發言 他以為這樣遮蔽品牌 但是用電話蓋著他 就不知道 是吧 中國課好 繼特朗普 全力支持TikTok之後 就說 先是說 我一輩子都不會再禁止TikTok 然後 再大打TikTok 我知道為什麼 怎樣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要這樣蓋著 他那個Adapter 這邊插了個 就是插了個Adapter 剛才我講 他跟馬斯克去通訊 他插了個Mike 就是夾Mike 這個是Adapter 變相佔用了他本身充電的位置 所以他要用無線充電 我們中國的貨品 才有這麼便宜這麼漂亮的 無線充電有充得快 充到他這部電話 即是電話放上去就在充電 對 就不用插線 他沒有插線的 你見不見 新前問觀眾有沒有試過 是啊 所以特朗普 如果不選我們的貨品 他還可以選些 什麼美國貨品 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怎樣在美國 再請工人 再設廠 來做這麼優質的產品 如果美國做一塊這樣的 你猜得多多少倍價錢 起碼多幾倍 不用說 美國國旗 現在轉美國做 拜登說要出緊急法案 總統緊急令 要將國旗 起回美國做 就多十倍價錢 沒錯 如果三十六美元 一支國旗 就變成三十六 三百六十美元 一支國旗 是的 所以呢 我們再靠近一點 看看 就知道為什麼 他這麼 玩到 這麼 不捨得 這個 這個 挺高級的 應該是他自己的 這個 特朗普 這個 是他自己的 應該是 一直用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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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來沒有看到 這麼棒 但現在 應該假裝不知道 那我們 剛才繼續說回華為 先 華為之前 就是被人制裁 不用說 但其實被人制裁的 不止是華為 如果關於AI的芯片 美國已經頒布了一個禁令 就是禁止到 向到中國出口那些 所謂最頂級的AI芯片 那來講 他們找了幾個代替品 之前 有一個 就叫做 H-100 那個就是 上年 就被美國商務部那邊 禁止了我們 不讓我們玩 這個 這個 那來講 他做了幾個代替品 這些 這些 AI芯片 全部都是 這個 近來 好意氣風發 黃仁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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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的 那個 NVIDIA 就是 英偉達 在去年 他入中國的進博會上面 有些產品 就一樣 但是改了型號 說 不可以賣這些 這麼先進的 給中國 然後 做了幾個低配版 給我們中國 包括 什麼呢 就是 所謂的 有個叫做 H-20 還有幾個低配的 這些就叫做 降級版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 尤其是科技的企業 都會加入一些AI元素 即是人工智能的元素 人工智能就是這個世界的趨勢 對吧 但是美國就覺得 既然 中國的人工智能 在那個 制程 或者怎樣 這麼先進 就是在邏輯上面 這麼先進 我們 美國 去心想 我們美國一定要極限打壓 你們中國 這樣說 這個時間 可能想那些AI 程式 等等 就想不贏你 但是如果在硬件上面 能夠克制你 沒有一些這麼先進的AI芯片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他們就會這樣想 一定會 這樣就可以打擊 中國的AI業務的發展 這個沒錯 他真的想得很完美 他自己覺得 就在去年 就出了這樣的制裁 好了 今天我們又看到一宗新聞 那時候他就說 賣一些次級的 鋼級的AI芯片給我們 然後就 好了 今天有什麼消息呢 今天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宗就是叫做 華為即將就會推出這個 新的AI芯片 我們曾經都報導過 叫做 星騰系列的AI芯片 這次呢 很有可能 就是 這幾個星期 就會 誕生 其實現在這塊芯片 就已經有了 由到 中國網絡公司和電訊商 其實一直都在測試 這一塊 叫做 星騰910C 的AI芯片 據聞 這一款 新的AI芯片 我們指 國產的這一款 它的性能 就等同於 美國 在去年 不讓我們 不賣給我們的 那個先進的 由英偉達生產的H100 那個呢 就因為去年 就不讓我們太先進了 今年我們自己做到 華為呢 在中國 我們自己 幾十億美元的 資金 的支持底下 就已經發展了 這一款 由到我們 國產擺脫到 或者叫做 去美化 這一款 我們自己 屬於我們自己 國產的AI芯片 其實呢 一直以來 華為 都在人工智能領域 都是一個 冠軍級的企業 當然 由華為 去帶頭 去美化 或者 擺脫 對美國的限制 華為一定有這樣的 責任 以及功力 去做 也由他帶頭 就對了 那麼 今次這個 消息 都很嚇人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限制你的東西 今年 就已經有一個 突破 可以擺脫它的限制 其實速度是很快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一樣的 那AI芯片 傳統來說 全世界 只有這個英偉達會製造 因為 即使連美國的 例如那些 Intel 或者是 AMD 也好一點 也好一點 都沒有什麼同類型的產品 因為 只有這個 英偉達 就叫做 一枝獨秀 或者叫做 只有它有這樣的眼光 看中了 由打機的顯卡 進化到 AI芯片 只有它做 全世界 即使連美國的 其他的 其他的芯片企業 都忽略了這個市場 然後 美國就覺得 這樣 你不要說 什麼 美國其他的 芯片製造商 都不能夠那麼快 追趕的時間 更何況 你中國這次還不死 他就是這樣想 簡單來說 就是 黃仁芬就這麼 以氣風發 對 所以他就是這麼 以氣風發 因為他覺得 他是全球獨家 總之是全世界 不是全美國 是全球獨家 他以為自己 所以 其實 不是說 即是 不是說 立即打破了 這個英偉達的優勢 只不過是 就是說 起碼在我們中國裏面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的科技公司 例如現在都說到了 這款的910C 新的星騰910C AI芯片 就會有幾個巨頭都想買的 包括到這個 百度 百度很出名 百度 還有這個中國移動 其實很多現在的那些 不論是 什麼公司 我們稍後都會說 都會 其實不多不少都想搞AI 即將自己的業務擴展 或者透過這個人工智能 來優化自己的業務 或者搞一些新的關於人工智能的業務 其實有很多的這些科技公司 我們中國來說都會搞這種模式 所以對那個AI芯片的需求是很大的 好了 剛才說了百度有興趣去買這些910C芯片 中移動又要拿 你看到其實百度和中移動已經是屬於 傳統上來說不同範疇 一個是移動服務商 一個就是一個所謂的搜索引擎巨頭 我們中國 但是其實都需要這些AI芯片 另外還有的就是 例如是TikTok母公司折折跳動 它亦都說有興趣要買這一批的 910C的AI芯片 還有例如是阿里巴巴這些 一些這樣又說有興趣 所以你看到 什麼阿里巴巴就是賣東西的 我們傳統上覺得它是淘寶 TikTok折折跳動 又是我們手機上看的短視頻 八度是搜索引擎 中移動的電箱 就是電話服務商 你看到四個都好像是不同範疇的公司 但是為什麼他們都需要這些AI 人工智能芯片就是 運算 就是好像我剛才所說 其實在他們的業務裡面 都會用到人工智能 而且在這個 即是在新發展一些新的業務 或者項目上面 都會用到人工智能 所以為什麼那個黃仁芬 那麼容易起風發 除了他是所謂的獨家之外 還有就是剛好撞症 就是AI的人工智能的發展 剛好就去到那個叫做爆發位 剛好他又獨視 爆上加爆 即是時勢做英雄 簡單來說 所以他不是那麼容易起風發 但是現在來說 我們起碼有我們自己的AI芯片 就不用每次被他限制 因為他現在賣給我們那些 例如是那隻鋼級版的H20的 英偉達AI芯片 相比起去美國同類型的產品 例如是現在美國那邊 例如OpenAI或者亞馬遜 Google等等的這些英偉達的 美國客戶所用的那些AI芯片 我們這隻鋼級版 其實差過兩三倍 所以你看看他們都幾獨 他會覺得 是的 你在那個人工智能的理解和領域上面 是有很好的深刻的理解 是可以寫到一些好的人工智能的程式 但是如果你硬件上輸了 那就算你寫得再好也沒用 美國就是這樣打壓中國 誰知一年時間裡面 我們就已經出到一款 夠用 不要說最top 起碼夠用是你們去年最先進的H100的AI芯片 我們今年做到了 這樣來說 就可以保障到我們在科技領域上面 就不會被美國佬捏著頸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也招出了我自己的預測 其實現在有910C 還有有這麼多我們中國的巨企 都已經提前說要買了 這樣來說 英偉達那些鋼級芯片 很肯定的了 可以退出中國市場的了 沒有人會買這些又貴 又特意被人改善了的芯片 所以黃仁芯可能也感覺到 會不會呢 是嗎 所以就預先寸定 那他那隻有什麼異動 那些就不說了 因為這些都是在高位的 對 稍後我們開一個項目慢慢說 對 沒有人買的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 沒有人會買那些東西的了 那來說 現在 我看到百花齊放 我看到國家就是 一方有發明和科技提升 帶動整個行業 來一起去提升 那這件事 美國做不到 我們國家才做得到 那接下來 很彷彿 也都好像 今秋回陽一樣 又好像春天百花齊放一樣 大家都會一起整體步向 驚人向榮 整個市場都生了 那之前有一隻叫910B 其實我們無奈前才說過 那現在來說 910C都出來了 所以呢 多忍一段時間 我們那個 尤其在AI芯片上的突破 真的比我自己 在預想之中快了很多 起碼我自己都以為 要幾年的時間 起碼三年 才做到的事情 一年多一點 就已經看到了曙光 所以那個發展 是比我想像之中快的 是的 這些 你知道我們中國 尤其是華為的做法 就是它不會好像 美國先吹定 連頭吹到連尾都還沒見影的 但是就要雷聲大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雨 中國就是 一說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做了 準備好了 要推出了 是的 連那些的測試板 都已經完全過了 可以開始來量產 那才能聽到消息 我們稍後會聽到消息 意思就是在科技領域上面 新前問觀眾可能老一些 這樣來解釋 我們國家 即現在進入了電子的年代 晶片這件事 就是每一樣電子設備的命脈 電腦命脈 運算 我們城市裡面的科技 工人系統 等等 全部都需要這些 人工智能的晶片 這個重要性 就是等於水電煤這樣 那麼嚴重的一些重要性 就是我現在解釋給一些 年長的觀眾聽 所以這件事 就只會有越來越大的需求 如果我們國家 能夠掌握到這個科技 不需要假守於人的話 甚至自己能夠 在這個科技領域上面 一步一步的提升 這個就是 表示我們整體國力的提升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現在已經八月十幾了 接下來一個月後 亦都是華為新手機 即是我用的Mate60號 再下一代70號 的誕生之日 就很快 一個月左右 應該就有消息了 到時候來說 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 亦是又接近美國大選 9月10月也是發佈 華為 是的 這個時間 會不會為美國大選 送來一份大禮 送來一份大禮 是的 就是 將 華為再突破的這個本身說到 我們現在用我自己這部Mate60號 就說是7納米 到時來說 會不會有更先進製程的芯片 出來了呢 產品 一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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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新的 譬如當5納米 這樣算 或者 我們說 有驚喜 3納米 嘩 這樣就震撼了 這樣就震撼了 如果真的有3納米 就震撼了 這些是突如其來的理好消息 是的 這個突擊 其實對雙方 即是他們特朗普也好 何錦麗也好 尤其對何錦麗 因為 當朝 當朝 證明了他們對中國的打壓 完全失敗 完全失敗 會不會在那個時間 整份大禮物給他 極有可能 我也很希望 到時 我們公佈的新一部 這個電話 只有5納米 都夠看他們眼尾 其實5納米 都夠看眼尾 因為 上次之前那部 60 Pro系列 Mate60系列 那些雖然是用7納米 但是功能上都已經超越了 他們當時蘋果的3納米 好用很多 那麼 拭目以待 接下來9月10月 又有這個華為的 今年的70系列 應該是吧 不是剛才說的 是70系列 所以 一個月後 我們就會知道答案 這個我們是很期待的 之後就說下一單 先趁有時間 趁有時間 先說日本那邊 日本最近一說起 每個人都一定會提到的 就是這個巨大地震預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時間呢 今天 等一下我們再說巨大雨震預警 我們現在說 今天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日本政壇地震 是的 真地震還沒有 是的 但是呢 他們的政壇又有地震 是的 這個地震就來自於 岸田說不做了 你說得很灰震 我不做了 那樣子 那樣子 就是這樣說 我們廣東話是這樣說的 對了 岸田在毫無預警的情形下 我們之前都說了 岸田是一隻變色龍來的 是政壇變色龍 那他的上位呢 我們之前都說過 他本身呢 雖然他家裡呢 是有這個政治背景的 就是他父親那些有的 但是呢 岸田以前就沒有打算從政的 我們那時候說過的 他是一個銀行職員來的 他先進銀行做事先的 他呢 就出名跳船快的 如果你有留意到 我們之前說岸田變色龍那一集 你還記不記得 在日本泡沫之前 對了 在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之前 岸田就辭了他的份工 就從政了 就從政 對了 岸田很懂得把握機會 岸田文雄在日本那個大泡沫 上到最厲害的時間 當然了 他是跟隨著泡沫一起上 他當時做這個融資決策 應該因利成變 融資了很多大財團大企業 認識了很多交情 是的 也為了他的事業 創了高峰 不過呢 這個人呢 很懂得跳船的 他呢 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在地震之前 例如 有些仙兆 例如有些小強 他就會 周圍鼠 周圍鼠 或者滿天都是小鳥 老鼠 是的 會爬出來 通常動物才有這樣的警覺性 是的 想不到岸田呢 我真的不得不懷疑 是這樣的 岸田呢 是有這個預警性的 是的 像 不單止 這是年輕的樣子 不單止這個 南海海曹這個 反快的震動 一樣 他甚至 也都應該 預測到這個 應該 我感受到當年 一樣的東西 你知不知我感受到什麼 就是日本大禍 應該美國大力地收割 這個對日本經濟衝擊的力度 不下於當年經濟泡沫廣場協議 是的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們就 來到拭目以待 不如我們說說整件事 再給一些舊相片 大家看看 我找到岸田中學的樣子 你繼續說就行了 是的 學生服的樣子 很陰濕的 是的 這個樣子 這個 糟了 有點像我 我們躲起來 沒有 我說不像你 我告訴你像誰 像 昔日 監光出道的吳啟華 就是專門演講的那個 是的 那時候的吳啟華 但是吳啟華在年長之後 他的樣子溫柔了 自從做了妙手人生 之後就不同了 是的 整個人正氣了 即是溫柔了 但是岸田老了的樣子 雖然沒有昔日的淚氣 但是你看到很陰濕的 就是陰濕收了在裡面 以前就出來了 以前就出來了 現在就醃進去裡面 收了 以這個笑臉虎的笑容 來包裝 是的 你們覺得很好 是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笑臉虎 笑臉虎 是的 是的 好了 我們說一下他宣佈 為什麼叫變相辭職 那 日本 他現在所屬的那個黨派 就叫自民黨 也沒有人不認識的 因為這個是日本 所謂的天治第一派 是 值得去玩完 好了 日本執政自民黨 就會在9月舉行這個 他們黨裡面的 ahead的選舉 他們叫總裁 總裁 是的 總裁選舉 不是叫做失了 是的 不是社長 是總裁 是的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以這個公司corporate 形式來 去經營這些黨 如果一換屆的時候 那些內閣 就是用回自己的黨裡面 所有人 就是一個個黨這樣上去 有點像英國的情況 是的 但是9月就離開了 是的 9月舉行的選舉 他昨天宣佈不會各族連任 是的 那就是意味著 本身來說 我們就所說 他的黨的主席 就是他們叫總裁 其實就是他們的那個 手上 即大家一起會兼任 如果他現在都不選這個 黨總裁的角色 其實就是意味著 他不會再做手上 是這樣的意思 不會再各族 是一起做的 即是宣佈退選 那在野黨攻擊他 那個理據 也是跟美國一模一樣 就是 既然你都沒有能力 再選這個手上 那你現在8月到9月 有什麼資格 你都做這個 日本的手上 有什麼資格 執行手上的工作 是的 其實他不選 他會直接是辭職的 即是辭去手上職務的 即是他不是說 到手上的限期完了 然後自動 就不再各族競選 那麼簡單 他簡直是 中途會辭職的 即是簡單一點 就是跳船的 這個真的是 大哥 畢竟聽了四年 你不要每次把他和格仔比 你這麼大的樣子 那些留言 不用說那些 那些 只是聊聊天 好了 接著繼續說 就說到 現在他自己下台 是第一步 其實岸田 你知不知 他的民意 是創了歷史以來最低 38% 沒有記錯 如果你以一些月份 來算 甚至乎只有二十幾 是啊 二十幾 比林鄭 是啊 他的支持率 剩下二十幾 他整個內閣來講 都是三十頭 所以其實他在日本民眾的心目中 挺不受歡迎 也不是幾 可以說是最不受歡迎 原因很簡單 其實大家試想想都知道 在他執政期間 其實他已經出賣了所有日本國民 基本上 利用到持續去壓低自己日元的匯率 甚至去到這個匯率 甚至去到亡國的程度 四點多 已經是怨聲再度 因為日本有很多物資 尤其是日本自己本身 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國家 所以說 有很多的 尤其是戰略性的資源 例如能源 食物 這些人可以沒有的東西 一定要從外國買入 所以如果日元去到一個較不合理的新低 變相就會加大了對日本國民 他的經濟負擔的壓力 加上他的實質經濟就沒有什麼增長 沒有增長 來到雙重打擊下 就會令到百物騰貴 即是他們進口成本高了很多 雖然說日本是一個出口國 但是當日元押到一個不合理的水平的時間 再加上日本出口現在 沒錯 被中國按住 日本電器 很厲害 不同以前 大不如前 以前日本有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 日本電器都已經是小個案 最重要是日本科技 那些基建 鐵路 那些東西 以前香港呢 我有沒有記錯 香港以前的地下鐵路 都會進入日本的東西 當然不用 現在當然已經是 比我們中國贏了很多 所以來說 本身它應該是要去到規劃性轉型 這個國家 就不是來充當美國的附庸 這樣去出賣日本國民的利益 就變相 你現在 記不記得 你現在近來都少了很多日本遊客出去玩 日本 日本遊客少了出去玩 就在日本做in-down 就是國內旅遊 原因 大家應該猜到 就是因為他們出去玩的成本 高了很多 是的 幾年前 十算的時候 現在沒有了一半身家 等同於他的匯率 是斬了一半 所以影響是很大很大的 因此來說 這個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 導致岸田的民望 是創出生低的 這個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還有 就是會 我相信 以岸田的那塊臉的臉皮 絕對不會因為自己的民望創生低 就會辭職 因為他都習慣了 不然他都不會走到這一步 他不會去 這樣出賣日本國民的利益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不是重點 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想到一些 應該是 他知道一些 我們不可能會知道 是的 又預示了一些事情 如果在他在任的期間 他會什麼大件事 而日本人 是很善於辭職的 當大禍臨頭之前辭職 大挑戰之前辭職 打敗仗引咎辭職 日本人經常辭職 這個我要說一下 人們經常說 日本人很有責任心 就是人家輸了 或者連累整間公司 人家會立刻出來鞠躬 道歉 然後辭職 你看看會負責的 告訴大家這些不是負責 這些是一有什麼小錯 就立刻一走了之 是的 我自己覺得 他又有深度一點 可能接下來 日本有一些事情 會爆發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只是猜的 是的 記得幾天前 不是 上個星期我們做了一集 就是關於解釋這個 日經大跌的原因 是的 那個上次就說了 是的 其實接下來 我們現在 想回一些上去 其實接下來 大方向也肯定是 跌到 啪啪聲 是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 岸田 怕被人 出街都 出不到街 被人扔 臭蛋 等等 現在 喂 反正都是 遲定 是 岸田的 這個首相府外面 被人掘了一個洞 然後一出去 差一點 跌下去 歡迎你 是的 然後整群人 不停地扔去 那些 扔日本蔬果 什麼都好 垃圾 臭雞蛋 蕃茄 不停地扔去 會不會就是因為 接下來有一些 他都覺得 嘩這隻鍋 我背不起 我先走了 的東西 所以他 走人 再看他的往績 就好像我們剛剛說的 他幾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三十幾年前 他曾經都在日本 經濟泡沫爆破之前 他都轉了 不做跳槽 懂得 文鋒先頓 是的 這個是我們猜的 大家可以去討論一下 所以 即是表示岸田 有這個 原始動物的天性 極有可能是什麼 真是變色狼 他是蜥蜴人 油鋼這些 陰謀論 是的 再上面說 就是關於日本那個 即B牌很多人討論 就是那個 地震預警 對 去到 由這個 看回日子 其實之前 在宮崎縣 即九州那邊 即日本的南部九州 宮崎縣 在8月8日 發生了7.1級的地震 因為那裏都是那些鄉下地方 我們叫做山卡拉地方 影響沒有什麼 在那件事之後 日本當局 向部分地區發出了巨大的地震預警 那裏其實是一個叫做南海海藏溝的一條線路 大概就是在日本關西地區的面向太平洋方向那邊 涉及到那個位置 等於日本南部 你當日本上下這樣分 那它就下面那部分 面向太平洋 那一側的那個位置 就是一條 所謂的南海海藏 很深的 那些其實是一些板塊的接駁位 但凡板塊的接駁位 大家知道 有任何板塊的移動 那些就一定是這個重震區 所以就之前有個這麼嚴峻 甚至可能去到百年難得一遇的大震 那如果那裏開始的話 整個關西那裏 整個懸岸就會變成首當其衝 那 我們怎樣去知道 它首先就是在宮崎縣那裏的7.1級震 那會不會驚動到那個板塊 而導致更大規模的板塊移動來震過去呢 就要看一個星期 那個如果7.1是個預震的話 那接下來7天內 就會有個他們所說的那個百年難得一遇的大震 那其實直至到昨天和今天 今天甚至預測可能明天會取消了警報 就是昨天看到那個海溝沒有移動 今天也沒有 就是一個禮拜了嗎 一個禮拜 是的 那如果這個禮拜 就算沒有百年難得一遇的大震 但是有零星的7.1 六七八左右的震的話 都表示危險的 都要繼續observe 但是這個禮拜都沒有 所以可能明天他們就會 如果大家是重溫的話 就是大家看片的今天 就是會隨一下這個警報 但是我自己覺得 那些天災人禍的人算不如天算 你真的不知道他可能真是 古惑的震這樣 過了一個星期才來 你也不知道的 我們預測不到 最好就是給他多些酒盞 至少觀察多一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預計 應該明天15號的5點之前 如果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地震 這個預警就會解除 因為剛好8月8號 加了7天 就是8月15號 如果一個星期 就是按照他的邏輯 就是一個星期 沒有的話就會取消這個預警 但是給多一個星期看好些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 就不要去那邊玩 無謂將這些風險 加注在自己身上 對吧 我們香港的一些不肖媒體 都不知道他 是腦有問題 還是又是純粹想翻譯交行課 就說很多香港人照去玩 完全不怕 故意要出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又自己就自相矛盾 就問到那些香港人 你去玩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怕 他說 有買保險 那些媒體就說 保險不賠 遇到這些事情 那些人都猛然不知 其實他們真的非常無知 你那份旅遊保 首先都分兩種 有一些是很普通的那些 就是那些一般的 另外有一些就是 你專程要去買的那些 那你自己看清楚一點 任何不可預測的 例如那些天災人禍 那些大大禍的那些 是不賠的 人家說得明白的 還要你這樣發生了這個 她也發出了警示 大警示 發出了警示 就更加不賠 對不對 我也明白的 那些媒體是要打造到 好像是那些所謂 很崇洋美愛 很崇愛 打造到很不留戀香港的那些媒體 就算怎樣也好 總統都留在香港 就是他們想帶這種氣氛出來 所以不要看那些媒體 聽新潮聞 我們有理有據 如果我們自己本幫自己人 有些做得不足的事情 我們都會照說 我們不會偏頗 那麼在日本呢 我當今次如果不震的話 是不是表示 哦 狼來了 那千萬不要這樣說 千萬不要說狼來了 因為整個日本 尤其是關西等 城市已經全部一起 來做一個我們叫避險的措施 有很多企業呢 首先就 要做出準備功夫 就是要天災 要執包袱 民居已經大量採購這個糧食 和食水 買很多麵包和水 搶購 而是這個麵包和水 就是搶購最基本的那些 就是最基本原始的味道 就是不會搶購很多花款 很多添加那些 而飲料就不會買的 只是飲水 因為這件事 就是我們人生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面對如果真的 如果有些百年難得一餘的大地動生意的話 到時候所面對的 是城市公營系統的 敗亡 整個網路 可能網路都沒有了 GPS都沒有了 停電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件事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 是永遠都不會衰狼 和永遠都不會過時 就是糧食 就是人 我們做人 最重要是我們做人 最基本的糧食 其實當人去到這些環境才會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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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重要 刚才的晶片都重要 是的 那些都重要 但是他忘记了人是要吃东西的 很正常的 他忘记了饭来将口 但其实好像我们国家这样计算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习主席 其实我们也报道过 两年多三年之前 已经说到我们要珍惜食物 颁布了一个命令 来到所谓的食食 珍惜食 而且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报道也说过 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一个粮食的战粮 如何来做到我们的粮食 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就好像晶片一样 晶片又要掌握在自己手 但是粮食更加要掌握在自己手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粮食 你什么都不用说 其他东西都不关你事 因为人是要吃饭的 是的 所以最可靠的什么时候都是 吃得好 维持很多生命才是最可靠的 是的 但是往往就被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大战略 是很长远的 我们就是中国 就是连习主席 不是跨下海口 他都说了 现在中国的储量 都足够大家维持 这十年 所以我们国家有先见之明 昔日 美国最以前那时候 都曾经想做过这个粮食的把拳 就是美国开始找方法来製造自己的把拳的时候 粮食也是美国的埋手之一 我们有一集很详细的 我有一集 是的 不过我会拍多一集的 因为大家不记得 我们会经常重温 和经常加料再演绎 是的 我也打算再拍多一集 提醒一下大家 所以在日本这些防震准备的时候 人们都大千万 要不就逃去日本另一个地方 就是远离这个镇 镇央一带的 又或者那些企业 全部要停止工作 要做好善后的准备 整个关系那边 很多地方 酒片这个超级市场和便利店 你会看到抢购走的 就是水 清水 和这个面包 白面包 最基本的粮食 但是那些零食那些 没人追的了 大家就会看得到 就是原来这些才是 我们人类最基本 最可靠 和最应该 其实大家忽略了 但是其实要重视 其实要重视的东西 是的 那说起来 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 那个 糧食致级率 现在是95%左右 95% 不是10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找一集 和大家说一下 还有就是更正 刚才我们说了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来说 当我们不去有任何的粮食产出 那么算 我们自己的粮食储备 是足够我们全国人民 大概是使用 即食用 两年至三年的时间 就算我们现在 不产出 没有任何产出 没有任何产出 也好 大概就足够我们 吃两至三年的 我记得好像 二年看的时候 就说五年 现在可能跌了一点 不是 两三年而已 是的 因为说的是 我们完全不种任何东西的时候 那些粮柱 是的 都足够我们吃三年的 但是如果日本 你看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街上 水和面包都要限购 因为抢得太重要的时候 日本就没有了 第一 它的耕地面积很少 你知道日本来计 它平原的面积不大 很多都是一些山来的 其实日本 如果你知道它的地理环境 就知道了 是的 还有它人口是偏多的 就是以它33万平方公里的 那个国土面积来计 它有1亿2千万的人口 相对过人口密度是很高的 如果你给我们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 960多万平方公里 14亿人 对比它33万平方公里 1亿2千万人 它的人口密度是比中国高的 更高的 因为它全部都是大阪东京 是的 就是说那个面积佔 一个平方公里 有多少个人的人口 就是平均计 它那个比率都是比我们高的 当然你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也都要研究就是 究竟表面上 土地面积是这么大 实际上里面 那个土地里面 例如有多少占比 是一些高山 有多少占比 是好像我们说南疆那样 是山漠的 是的 或者是一些歌碧摊 一些雪山 那这些通常都是 就是叫做 不是说那么适合人类 长时间住的地方 也都要计算这些比例 当然这些题外话 意思就是日本其实它 都是无论如何都好 资源一定是非常频繁的 是的 纵使是这样也好 我们中国其实呢 在个间地面积上 都不是世界的第一 我们排世界第四名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 第一是不是印度 还是非洲 第一 间地面积第一是印度 印度 是的 但是呢 我们能够可以做得到的 是在只有间地面积排行 第四名的情形下 我们是可以做到全球来说 很多个国家 我们的粮食产出是排第一的 不过总之是这样 我们都是做到95%的 那个自给自足率 没错 没错 中国那个国家战略 其中一件事就是那些农耕地 以及这个农业的科技 这件事就 如果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到 刚才说 那些农下葡萄酒 令下耕地 这件事也是一个国家几十年的战略 所以习主席亲自去视察 见证这件事的成功 那所以呢 有时间我们就会在直播里面说回 关于我们的粮食的大战略 那好了 我们现在将话题一转 同样也是去到 这个都真的 梁食大国 都是梁食大国 就是乌克兰那边 这个早一段时间 大概都不够两个礼拜前 大家还记得 特连司机要和我们的王毅来通话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中国的调停下 我能够止锅停火 那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希望可以和中国同时间 中国也是说 为了支持乌克兰 愿意向乌克兰采购大量的粮食 其实每一年都在上升 向乌克兰采购这个基本的粮食 那我们会再跟你买多些 但是你就要听听话 不要再乱来 但是呢 所谓的战场的东西 一天都嫌多 那么 信息慢变 现在发展到 乌克兰那边发动了一个奇袭 就是攻这个库尔斯克那边 打入这个俄军 即是俄境内 那到底此举 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这么冒进呢 是的 那我们慢慢讲 这件事就发生在 大概 一个礼拜前左右 是的 一个礼拜前左右 是的 一个礼拜前左右 那时候呢 就有消息 指到有小股的乌军部队 就越境攻击俄罗斯南部 库尔斯克州 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 因为我只说名字 你们不知道我说什么 那我们呢 会准备一幅地图给大家看的 好了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 认为呢 只是一些小量 可能是一二百人的乌军部队 就来到越境 这意思 他们会退的 但是 谁不知呢 在大概是八月八号的时候 就指到乌军的攻势 不但他们没有退兵 而且呢 还继续逗留在 他们那些已经攻黑了的 一些居民点 我们叫居民点 一般那些不中立的媒体 就说这些是城镇 但是其实呢 这些远远是比不上一个城镇 那我们稍后会慢慢说的了 那没有了 那时候 过了两天之后 8月8号 乌军就没有撤出 而且呢 继续持续战斗 还有呢 就继续排兵 去到入俄罗斯 库尔斯克州境内 那当时呢 就说道 哎 应该那些屋仔很快走的 谁不知呢 人越加越多 而且呢 打上来的地方呢 就那个范围越来越大 那由我在四天前左右 所收到的消息 就指到呢 乌军现在所占领到的地区 大概啊 他的方圆是 三百多平方公里的 那直至到今天 8月14号 他就说呢 现在乌军所能够占领到的范围呢 或者覆盖的范围呢 我们不要叫做占领 叫覆盖先 因为有分别的 他所覆盖到的范围呢 大概就是一千零四十多平方公里的 大概 等同于一个香港那么大 大概等于一个香港那么大 是 这个范围呢 在这里顺带我先说一件事 就是呢 其实 评论这个报道的媒体呢 不论哪一边都好 95%都是不中立的 是 带有自己的立场的 先说那些 什么台媒啊 或者外媒啊 或者和媒那些先 说到呢 直接好像打入莫斯科 那样的 其实呢 真是笑死你 我们待会给大家看一幅地图 就会知道 其实现在 乌仔实质 在俄罗斯境内哪个位 它打到哪个位 其实呢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先不要计算 整个俄罗斯这么计算 它就有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那么大 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 那现在我们所说到 乌仔的这个影响范围呢 就是一千平方公里 那如果你听我说完这些东西 觉得一头零水的话呢 即是怎么样 的话呢 我常常都这么说的 将国家的领土的面积的范围呢 不要算什么平方公里了 花到钱 可能大家会容易想一些的 是啊 假设你有一千七百多万 嗯 现在 你拿了一千元出来 那占你身家多少呢 都 都九牛 即是不要说九牛一母 都不会忽略不计 直接可以 对吧 你有一千七百多万的身家 那现在 你拿了一千元出来买东西 现在一千元被滋扰 是的 有一千元被滋扰 那说到去打到莫斯科 是不是 那个概念差很远 根本完全是离谱的 这个评论是 那好了 有一些评论就说 哦 没东西 两日后呢 俄军就会将这些污仔搞定了 其实也是不中立的 究竟是发生着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和大家说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为什么 乌克兰会发动这些攻势 其实本身在发动这个攻势之前 乌军是采取着手态的攻势 即是打手势的 因为现在来说 很多的评论都显示到 污仔那边就想不玩 也都有之前的 例如说到 乌军司机就已经拿口说 可以接受任何的谈判协议的条款 包括到所谓的什么 土地交换的条款 都接受的 之前乌军司机的 企硬说 不会接受任何的 形式的谈判 除非 满足了污方的条件 很久之前 很久了 这个就是一年前 其实很囂张的说 那时候 但是现在他这样说 他是无实地说的 还要主动地说 接着 好了 乌克兰的一些大使 也都派人来到我们中国 那我们也报道过了 就来到 去邀请 如果 俄乌要来到谈和谈的时间 他都想中国 去到作为其中一个主持方 那这种种迹象 其实你都显示了 乌仔是有投降的迹象 不过 你要这么想 在投降之前 是不是需要拿回一些筹码呢 如果不然你怎么上台说数呢 若然 这个只有只用手 没有攻过的 或者没有一些东西在手的 连司机政府 他就会心想 喂 快来说数了 或者北约都这样教他 快要上台说数了 你手上都没有东西握手的 没有筹码的 那你怎么办 大家明不明白这个动机 先 如果你明白这个动机的话 其实就很好解释到 为什么乌克兰今次有这样的举动 其实今次这个举动呢 是很危险的 因为呢 他要 入侵到俄罗斯的领土 其实呢 很容易呢 就成成了一个被包围的 太小的 就是你被人呢 在一个边境线 俄乌的边境线 你的人全部进去了 如果俄佬在那边 封了你的后门呢 你就被人包围着 这样打的而已 而另外 调动了那么多人 马过去这个 库尔斯克那里 也都令到乌克兰的 边防削弱了 那你那班人进去的时候 能够守多久呢 那里又是一个问题 是的 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本身 在6号、7号的时候 就说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影响范围 到现在呢 已经近乎 一千平方公里 其实为什么会推进得这么快呢 有几点的 第一 这些地方呢 都是一些 俗称真的 山卡拉的地方 你要知道呢 在这些地方呢 完全是地广人稀到不得了的 一大片的土地 都是一些农田来的 其实那个环境等同于 烏克兰那边一样的 首先就是呢 俄罗斯那边的地势是高一点的 会高多一点的 那烏克兰就在下方一点 但是呢 它们都是一些平平地来的 是的 那就是一马平村的 这个大家要先理解一下地形 那好了 其次就是呢 那些那些所谓的 那些不老实的媒体 说那些是城镇来的嘛 其实呢 只不过是一个个点 一个个点 可能这里有几间屋 那里隔不知多远 因为全部都是一些农田来的 一些村庄来的 是的 有些媒体说到 烏克兰已经占了28个镇 好像说的很厉害 那里又有几间屋 然后不知道隔不知多远呢 那些田很大块的 有几间屋 那这样计算那几间屋 就叫做一个居民点 它现在说占领了70多个居民点 是的 其实你要知道 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 在这些居民点与居民点之间 还有一些震的 有一些震的 就是你知道了 一个大的农村地方 那它也会有一个 可能是shopping mall 震仔 是的 震里面的shopping mall 就给这些人去买东西 或者是有些油局 银行 那些就会集中在那个镇仔里 其实都有 但是规模很小很小 很小 那就是去大概 这个地方的地形 是这样的 那好了 这次为什么有些乌仔 可以过去突击到俄老的呢 首先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俄罗斯方面 对于边境的防守 是松懈的 这点不是说今天才有的 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回 不需要久 一个月前的新闻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奥运期间发生的新闻 就可以了 例如是什么 之前俄罗斯有一个机场 就被乌军的无人机成功 突击成功 本身那个机场 就停拍了一些 例如是苏34的战斗轰炸机 这些就会去到 就是乌克兰那边 去到作战 作出轰炸的飞机 那它那个机场的位置 大概在俄乌边境之间 200公里左右 就是距离乌克兰边境 200公里 那这个时间呢 理论上来说 一个前线机场 这个属于一个 这个前线机场 它一定要有在交战 尤其在交战的时间 一定要有充足的保护措施 例如是要在这个机场附近 部署防空导弹 或者在这个机场里面 一定要有全钢筋 混凝土水泥所建造的 厚的那些机堡 就保护着这些飞机 还有一点就是 存放在那里的弹药 必须要妥善保管好 不然会发生连锁效应 被人炸起来 但是呢 这个机场呢 刚才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 但是它是一个前线机场 即是它会觉得呢 既然我们都相隔了200公里 应该没事的 谁不知呢 就比较少量的乌军无人机 不是我们拿的那些 说的那些大疆无人机 也飞不到那么远 真真正正的那些 平飞式的军用无人机 那么就有几架成功 来到它进去俄罗斯的境外 然后呢 飞到200公里左右 就可以攻击这个机场 本身以它们 即是当然了 这些无人机 是那些自我搞定式的 那些无人机来的 那本身以这些无人机 它所装载的弹药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呢 因为俄军在这个机场上面 那些弹药 就乱地放 露天地放 所以一爆起来的时候 就引发起连锁效应 然后呢 那些很昂贵的 苏34战斗轰炸机 都被波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这样的报道呢 都可以见到 俄军那个 战场管理是比较混乱一点的 尤其呢 他觉得 在自己国土里面那些 就更加松懈 其实前线 一来呢 他后方是比较松散一点的 因为他觉得 就是他或者这么说 他资源上做不到 应该这么说 那第二呢 就是呢 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呢 这次他这样突入了 跟着呢 他在那个地区的兵力 本身只有很少的 只有几十人 但是其实你是 大家拍住的 虽然他不是乌冬 交战那边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在个前线的边境 虽然不是交战当中 但是你只有那几十人的部队呢 其实 是太少了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也是把那个 精锐的兵力全部都调去 现在俄乌战士的最前方 那不在那里也正常的 但是 畢竟也是太少人了 那所以呢 其实乌仔他也计过数 就知道呢 这个突击行动 是应该 成功的了 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后方有北约的支持 这个呢 整天都是我们说的 乌军的行动呢 是有北约情报系统的支持的 而 最强劲的 收集情报能力 不要说北约了 我们可以直接说的就是美国 美国在情报上是很准的 他所提供到的情报呢 他的全球情报网是很厉害的 因此呢 他就能够提供到一些情报 没有给乌仔 什么时候你突进这里 没有人的了 这个位置我们帮你看完 就来帮助到这个乌仔 作出一个这样的行动 或者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直接说 这次策划这个行动的 就是美国和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比较冷漫一点 就是德国 是德国和美国加上策划的 这次 为什么要指明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看的 这次呢 很少有人指得出 是的 因为有蛛丝马迹的 这次我们先讲讲大家的兵力 乌军先说 因为这个也被人吹到天花龙凤 或者根本这个数字不准的 他们说的东西 根据到目前公开资料显示 乌军在刚才我们说的 富尔斯克那里 已经投入了大概四个女的兵力 四个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军师女团的女 通常来说一个女大概有五千多人 但是呢 在乌军来说 他那些女就不是满偏的 就是不是说整个完整的女 因为他不断地征战 他的女已经拆到是脱开一半 所以现在这样计 他一个女大概是二千人左右 那大概他投入了 就是第二十二女 第六十一女 第八十八女 和第一十四个机械化女 我们叫做 兵力每个女大概二千人 那外加呢 就两个空中突击女 就是第八十和第八十二空中突击女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是少人一点的 因为这个是炮兵女 炮兵女意思就是说 那个火炮数量足够 去到形成一个女 意思 还有一个无人机型 大概呢 再加上这个第二十七的火箭炮兵女 和第二二五的独立突击型 还有一个必须要提及的就是呢 一个格鲁吉亚团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俄罗斯自由兵团 这个是乌克兰部队来的 俄罗斯自由兵团 简单来说 这个俄罗斯自由兵团呢 就是那些俄罗斯自由兵团 就是那些港独 对了 组成的 香港自由兵团 那些 里面呢 还有一大堆其实呢 是北弱的人来的 北弱的部队来的 那现在这样计算呢 我们将它加起来 大概它的总兵力呢 投入了今次的 就是乌仔 投入了今次入侵俄罗斯的这个总兵力 大概三万人左右 三万个人左右 那所以呢 本身有几百人来开路 接着又加上千 现在就去到三万了 如果要去到突击 本身只有为数几百不够一千人的部队 是一定赢的 所以被突击成功 但是事情都过了一个星期很多了 如今来说呢 俄军的那些部队已经来到的了 由于我们之前就说了 俄军的主力全部在乌冬战场上面的 就不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 那些部队呢 其实都是一些后备的部队 或者是一些 叫做国家防守的部队 那通常来说呢 因为这些部队呢 会轮流地去乌冬那里作战 就是 今次就到你 下次就到我 我完之后呢 就到下一个 那你就休息一下 那就轮流地上乌冬战场 所以一时三刻呢 他要抽拜一些士兵过去呢 抵挡这一支呢 由乌克兰这么多人组成的部队呢 是要时间的 那究竟俄罗斯现在 调了什么部队过去呢 大概呢 就有内务部队 他排出三个营的兵力 那这里呢 就大概有 每个营有800人 834 2400人 那还有一个呢 叫做阿尔巴特的特种营 是的 还有一个部队呢 很重要的 这个部队呢 由于 因为呢 俄罗斯的内务部啊 那些部队呢 他的那个战斗力呢 如果上过俄乌战场就好一点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呢 从来都是镇守边境那些 又没什么上过战场那些 就差一点 或者我们称之为那些 二武军呢 是差一点的那些部队 所以 如果要打赢这场仗呢 他必须要呢 派一些有实战经验的部队 或者精锐部队 就更加有胜算 因此呢 今次来说呢 在非洲那边 之前有没有看过 我们的一些报导 在非洲那边 有些阿加纳那些部队的嘛 大本营的嘛 阿加纳在非洲 这次呢 就特意呢 由非洲那边呢 他们的前线就调了一些阿加纳过来 是的 这支部队很重要的 因为这支部队 各个的战斗力呢 都很高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特意呢 在非洲那边 调了一堆阿加纳部队 那里呢 大概一千多人 这些就是呢 不是全部 这些小部分而已 然后呢 接着再抽了 这些是紧急可以抽到出来的 又可以打的 就是计算当地那些 一些的部队 然后呢 俄罗斯再计算一计算 再抽多四个 摩托化的步兵旅 两个呢 由近卫海军的步兵旅 那这些旅呢 他的人数呢 就比较满偏一些的 因为俄罗斯 就没什么这个问题嘛 就有四千人左右的 那再加上一个火箭旅 六个的摩托化步兵团 一个的近卫空降团 每个团可以在这里计二千人的 那就一支无人机中队 一支特种部队的小队 那还有一些边防的部队 加起来呢 大概啊 现在抽调到至少 至少是说的 兵力有五万多人的了 那所以来说呢 现在就五万多人 就对他这三万多人 就是整个的战场的人数的对比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功课 所以其实有时呢 有些报道 不是说分析大局不要紧 但是那些小的位置 你也要贴的嘛 不是说拿包含月 说我们不说这些 就只是说大局而已 其实你是没有做功课 还是不会做这些功课呢 不是只是说他为了能够 能够在九月的时候 上台讲数 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为矮够照 就是说了很多 这些我们都知道 是的 这些中学生有看三国志都会说 是的 不过 你要知道一件事 大方向呢 就一定是 讲数前 拿多些底 就是拿多些牌在手的了 是的 那我们分析完 这些地形 人数 之后呢 我们就要提及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了 因为呢 说这么多呢 都是无谓的 究竟这次乌仔的士兵 被赋予的任务是什么呢 其实呢 现在不用猜猜一下了 他们不是说要打到莫斯科 当然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是的 死定了 但是呢 他们是兼指一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呢 很多媒体都没有说 那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揭中了 这个地方其实呢 就是位于 俄罗斯境内 别以哥克州 里面 其中一个的核电厂 这个核电厂叫什么名字呢 就给大家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 库尔斯克核电站 对了 诶 对不对这个 那连带一会儿 可能这个 另一个扎波罗热那个核电厂 有关系的 有关系 有些事那里有些问题 是的 因为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在过几星期之前呢 就有一个新闻就出来了 就说到呢 在乌克兰南部 就被俄罗斯军队控制着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它的冷却塔 那里就发生了火警 就这样说的 不知道大家 知道不知这件事 不知道我 就告诉大家 那当时呢 发生到这个火警的时间呢 就 好 双方就互相指责 就说是你放的 那些火 那个就说 是不是 你特意炸的 这样说 那因为呢 关于这些 核电站起火很敏感的嘛 大家都很害怕 怕什么呢 就是怕好像那个翻版的 切尔诺贝尔核电厂那样 是很大件事的 到时切尔诺贝尔去到今天 都是死城来的 因为呢 那个 核辐射的洩漏呢 遗害的年份很长的 那大家 雙方指责大家 其实呢 这个扎波罗尔的核电厂呢 乌军那边呢 或者乌克兰那边呢 就很想拿回这个核电厂 那但是 你都没有筹码 人家怎么会给你呢 对吧 所以 我们今天 剑指的这个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位于 俄罗斯 接近乌克兰境内 的富尔斯克核电厂 就是他们的目标 占领了这个核电厂 就可以和俄罗斯上台讲数 交换回扎波罗热核电厂 回来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不用说了这么复杂 那当然了 如果你占领了大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土地 他也都之前 好像俄罗斯基所说的 我们可以用土地 领土的交换 来讲数的 这样说 其实他都提 提了你的了 已经 还有你有没有留意到 以往 如果乌军一有少少 那个叫做 进展 大连斯基都大肆宣扬 大肆宣扬 大肆宣扬 港媒都大肆宣扬 对 不要理港媒那些 只是说乌仔自己 乌克兰 大连斯基 你看看这次他很静 他都没有提及过 只是说了一句说 俄罗斯将战争 带到来我们乌克兰的领土 现在我们都要 让他们感受 那就没有说过其他东西了 是的 罕有地 罕有地 異常地冷静 是的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其实 这次也是 美国和德国教会这样做的 目的 我们说了为什么 现在我们先去一幅地图 这次的行动 他们刚才的部队说了 有什么部队 人数也说了 有什么装备 这次乌仔入侵的装备 其实以德国的装备为主 德国支援给乌克兰的装备为主 例如有些什么 例如有些炮式的坦克 或者那些炮异式的坦克 然后还有什么 黄鼠狼步兵战车 那一类以德国为主的装备 这个亦都被人觉得 有一种感觉 因为在自从二次大战之后 就没有德国的装备 被外军拿进俄罗斯的领土 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打仗 所以这件事也触动了 某一些俄罗斯人的神经 因为可以重新到二次大战的时候 相较80年了 80年之后竟然再次有 在德国的坦克车 德国的步兵战车 再次入侵到俄罗斯的领土 那么就 这个心就像一样 那好了 我们回看 看到现在头顶上有一条线 我们把地图较下来 现在我们有一个红色的小圆点 看到那个小圆点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核电站 就是在这个圆点的位置 那我们还看到有一条线 白色的 我现在指着这条 白色的这条是什么线 现在我们工作人将它游成蓝色 打进去 是的 其实就是在乌克兰边境这个位置 我现在指着这条 现在隔了一个多星期了 深入到30公里 是 所影响到的范围的位置 就是它打进去30公里 是的 这样来说 不如我们试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堆这样的东西 不如我们试一下现在把地图缩小 是的 接着呢 我们看看莫斯科 有多远 不要删除这些东西 我们再缩小一点 这个莫斯科 你知道莫斯科在哪里 在楼上 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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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了 看来也要打一远 我们先看那条白线 去到哪里 那条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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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莫斯科都看不到了 富尔斯亚核电厂在红点 富尔斯亚核电厂在红点 他现在来到蓝色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更加不要说整个俄罗斯 整个俄罗斯大到 根本就 我再放大都不下了 绿色这个位置就是 他想攻克的富尔斯亚核电厂 其实我们刚才看回 我们现在不用看莫斯科 那个是笑话 串 那些偏颇媒体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 别以戈克州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说他们的目标 是富尔斯亚核电站的话 他们现在都达不到这个目标 打算靠着这个突击的行动 想拿下这个核电站 但是 都不成功 其实他们进到这个30公里范围里面 都已经叫做深入敌震 对于乌克兰来说 已经很深入了 但是呢 依然距离他们的战略目标 还有一段距离 如今来说 富尔斯亚核电站 已经被俄军重兵力把守 已经失去了这个占领的机会 刚才我们说到 最佳时刻已经过了 本身在边境上的士兵不多 但是那个 战事的推进速度不够快 所以来说 占领这个核电站的 那个任务 其实已经可以宣告失败了 这个占领核电站 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其实是从一些乌仔的士兵 那里口中说出来的 因为有一些士兵已经打输了 投降 然后他们将自己的战略目的 已经攻了出来 所以这次的行动 就并不是说想来到 第一 不是主要任务是想 占领尽量大的俄罗斯的国土 不是的 反而第一个是想拿个核电站 那他拿不到 现在呢 就来到是牙在周边 这样来到 尽量去占领多些地方 就让他们上桌 就有得说一下 不过呢 如今我们已经说了 五万多个俄军 已经杀到当中 就包括了一些瓦加纳集团的士兵 这些都是一些战斗经验 比较丰富的士兵 所以在这个位置 其实会来到僵持一段时间 乌军已经将自己的精锐 摆在这里 同一时间 我们可以看看 乌冬战线那边 其实也会因此而作出一个空虚 因为他将很多的剩余的主力 都放在这里 来到 好像你打我时 我又打你 这样 到时上台讲数 就可以大家有交换的筹码 不过他最想来到交换的扎波罗尔核电站 本身就是想拿这个核电站 和人交换核电站 这个就失败了 局势大概就是这样 看完这个 我们这个报道 我相信大家会了解多了 对这件事 至于他的局势如何发展 我们就要继续看 因为现在整件事还未完 还有这个不要被他扰乱了 我以为这次的这个行动是意味着战士会继续打很久 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和谈前的一些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所谓要保障他们乌克兰方面的筹码 对了 上台讲数的筹码 当然了 我们去到这一刻 都祝愿俄乌战事 早日完结 也都祝愿到 所以乌克兰也好 俄罗斯这次被影响的地方也好 其实都是一些粮食的生产基地 是的 都是粮食的生产基地 其实它是 就是会很影响到我们 人类对于粮食的那个需求 俄乌战事都打了两年多 是的 我就希望大家 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物流输出 是的 没错 本身来说 这些食物都是供应给全世界 还会有些去到我们中国 所以欧洲就是粮涨 那些粮食价钱不断升 几倍升 没错 那我希望呢 到将来 即是在很快的将来 大家能够自过平息 然后呢 将这些坦克车 不要再是坦克车了 将它换成 总型的那些 凉车 拖拉机 奸田的拖拉机 将现在的自我搞点式无人机 变成耍种子的大疆无人机 将这些 握枪握器的 这些都放下 就握床头 是的 无人机 那就尽快解除这个战事 应该是 大家都 无辜的 最该死的就是美军 那些应该去多些 那些应该去多些 是的 但是现在也好 你知道吗 其实这些北约部队 这么多运进来 充当乌军 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有很多 有些扮俄军 穿俄军制服 是的 其实有很多都被人搞定了 在战场上面 是 今次这件事 现在来到再搞定多些 是的 希望他们真的快点停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就有同一时间的直播 那来讲 我们现在有一些 北疆的旅游精华片段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看之前 也到上面再呼吁了 我们10月 就会搞一个 金秋胡阳之旅 出发日期 就在10月13日 至10月24日 为期12天 那由于 南疆的 那个秋天很短暂 只有十几天 而且只有秋天 才可以看到这些 那么漂亮的 金色胡阳 所以我们这个旅程 是季节限定的 有兴趣的朋友 就在WhatsApp 过去 加852 6828 7447 就联络潘小姐 来报名和查询行程 那好了 我现在就播一些 精华片段 给大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了 好像这些 又不知道什么花 有一片花林 这里也有 五颜六色 纷纷色彩的 真的很色彩斑斓 有点暖 这里也有 前面这一排 很多花 好,我们走到那边 看看那边的花 种类太多 拍不完 你看这里有多少颜色 哇 这里每一道都有一种颜色 红橙黄绿 青蓝紫 什么都有 非常美丽 如果亲眼看到 其实还震撼很多 这个镜头 其实也拍不到 它的五分一的震撼性 多少 我们这里超过七种颜色 这个雪白 那边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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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香很厉害 花香味 哇 前方又有一大片 这个鼠尾草 七月的花开得很美 其实看花这些 亦都要就回季节 不是说你个个月来都有 这个是很肯定的 而且很多花的花期都比较短 所以选择季节很重要 我们就量好季节 确保是有花体的 大家看看 这里有很多片 很美 还没有什么人 我们去到这个位置没有什么人 哇 这里几个颜色 白色 黄色 紫色 紫色 白黄紫 看看 白黄紫 加上天空颜色 我们再来拍下这个 粉红色 白色的 哇 这一片 好夸张 一片的粉红 橄杂柱 红色的 这一片 黄色的这一片 黄色的这一片 橙色的这一片 橙色的这一片 等一片 先去看一片 四个嗨 看一片花都见到你 证明有缘 是啊 社会相机 对 但是看不到我 你过来 这两个飞食也跟你拍照 没有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